对高小辈说你跟鸾云平学去吧 对刘晓婷说要不你掰月云鹏吧 万春斗校舍是懂怎么拿捏观众 附总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被所有看好的沧海遗珠 竟然是个有嘴滑舌一心想红的草猫 原来小新进万春社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向上 而是为了出名 在他从张远口中得知社里最火的人是小千后 就各种现阴情投其所好的拉近关系 然后再说万夏的坏话让两人离心后自己上位 还玩了一招先斩后奏 发微博说小千是自己的新搭档气得小万直接要拆伙 小万你看到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拆我我去跟师哥说 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 原来其他师叔们也早就对这个便宜侄子不满了 平时到他干活的时候找各种理由逃脱 今天支架披了明天隐形眼睛没带 最有意思的是邻居家猫死了心情不好的也能说得出口 怎么着猫死了小星还得跟着守灵去 这还都不是最可恶的呢 玲珑在后台对活的时候他在边上听着 本以为是好学结果是偷失去了 把人家的包袱提前发到了网上导致人家上台之后暴了 靠着人畜无害的表情竟敢缺德式 面对大家的质问时还振振有词 他认为这是不赖 他是小千师叔亲口和他说的 昨天在咖啡厅我能跟您搭档吗 你说我看好你哦加油哦 这不是你说的吗 我看好你加油哪个字说我同意了 这波倒打一耙让他玩得真溜 瞪着他那不大的眼睛竟说瞎话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孟和堂的憋屈 一晚上工夫多少人骂我 一万多人说我忘恩负义抛弃搭档 关键我真没有那个意思 都这时候了 这孩子还是不认为自己错了 继续将责任推到了别人身上 给小千妻的话都说不利索了 裴之杰到底是副总出身 预事就比较淡定 让小星赶紧把微博删了再给俩说道歉 然后教育他说相声就得一不一个讲应的 不能着急 再得知自己得两三年才能有登台资格 立马就不乐意了 点着脸问师傅有没有合适的综艺推荐他去 这时九龙那句你想红想疯了吧 点出了他的真面目 实话告诉你们 我来明日之星 就是为了红 就是为了活 说下人好坏我根本就不在乎 这儿不行那儿不行 什么都不行 什么都不行 我跟你们在这耗什么劲 关键是那句你白月云澎伴也是够搞笑 完全做到了现实和情景结合 不光在小婷身上 在小贝身上也有一句 当时他也去参与了明日之星的纪念 上来就是一段莽撞人 看惯了之前的牛鬼蛇神 大家都感觉非常不错 可惜一张口就是塑料英语 原来是个还没倒回时差的留学生 裴之杰当众表示不能行 这要是骂他们几句都听不出来 让他去跟华云平学去 真是一个比一个有意思 原来月云鹏的徒弟是王九龙推荐 爱徒的爱徒是自己推荐的 看来是知道以后是个好苗子 不能让万春社占了便宜 都自己留着呢 其实小婷的出现虽然是为了搞笑 更多的是告诉大家一个道理 别看德云社现如今那么风光 是目前国内的第一大相声团体 实际上每个人都是需要脚踏实地 一步步来的 不可能说进了德云社就能让你哄 希望每一个来报名的学员 都是因为爱相声 而不是为了出名 如果有些人想走外门邪道 最后的结局就是走留小新的后路 没有真本事的人 根本无法在舞台立足 一真一假的故事内容 将带领观众进入到传统艺术行道 和每一个相声人共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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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朋友们特别的热情 多好 你上台呀 观众都熟悉您 哎呀 这个老师大伙都熟悉 姓鸾 叫鸾云平 我 副总 总 谢谢 大家都认识 这个老师也不是外人 跟我还有点关系 是吧 平常没事呢 我老叫到他 谁叫到谁 各位朋友可能对我们的关系不太了解 这是我师父 对 鸾老师 我呢 也是一个小演员 德文社的小学生 我叫高小贝 在德文社来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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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怎么 不想那么多 多好 风舞一看就吃饭了 弱烈 真是啊 差点吐出来 真是 高小贝不值一提 等于说您一打听一米九一的高小贝谁知道啊 知 没有观众知道 大伙对我不 知道了 知道 真知道哈 真知道啊 这个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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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还是大姐 这还是大姐 就五个观众知道我 挺好啊 这个其实感谢这个平台能让我跟我师父合作一场 是 这么宝贵的机会 哎呦 啊 其实我们哥俩来说呢 在这个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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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打我你先打我你 差点滑我去了 怎么了 不是怎么哥俩呢 说错了 说错了 嗨 有点紧张 对不起 对不起 有点紧张 应该是什么呀 应该是爷儿俩 哦 把我们爷儿俩换上台了啊 您先 您先 观众朋友们非常的热情 爷俩 应该是爷俩 咱同志不咱们都是 好好好 都好同志 爷儿俩 把我们爷儿俩换上台来呢 其实很激动 很开心 我们呢 都是打北京来的 刚才这些个演员 这些老师们 都是一块从北京来的 对 平常没事啊 我们呀 这些地方都去一去 你像象山呀 啊 前些日子 去那地方是哪 我没 我哪儿没去 咦 那哪儿没去呀 前日子 咱们爷儿俩一块出去玩去了 哪儿 那个云南 哦 您说是云南 您忘了是不是 哎 我以为包头呢 不是包头 我包头完事之后 咱们爷儿俩不是去一趟云南吗 是是是 对吧 嗯 感觉那地方 这个 风景非常优美 啊 人呢也特别 热情 对 我们爷儿俩没事 晚上出去溜达溜达 要散步啊 走一走吧 走着走着呢 我估计啊 我估计我师父对我有点意见 什么 真的 我估计我师父对我有点意见 我在前头正走着呢 走着走着 我师父拿着一个大盆 盆里全是水 过来 呱一下 泼我一身 全湿了 对 从上到下全湿了 您是不是对我有点意见 嗨 有没有意见 跟这事没关系 我 我 咱去那正好赶人家 歹足 这叫泼水节 什么 泼水节 我也泼您 这表示祝福 哦 泼水是一种祝福 对 那后来我泼您 您为什么急了 你泼的是开水 好了您先别鼓掌啊 我先问问您 是开水吗 不是开水 是开水吗 那是什么水啊 那是我烫过脚的 对对对 你俩还不开水呢 平时没事 我们哪都去 转一转走一走啊 而且来说呢 我爱跟我师父在一块 对 能学到好多东西 我拜我师父已经五年了 五年了 8月30号 16年拜的 是什么 16年8月30号 21年8月30号 拜我师父五年了 真的 我心里特别感动 特别开心 真的 我就是无以言表 真的 我不知道怎么表达 反正借这么好的平台 这么好的机会 德云斗孝社 是吧 腾讯的平台 这么着吧 我也没有别的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我给您鞠个躬吧 行吧 行吧 你先别看这愣头可脑子 这个啊 给您鞠个躬 谢谢您这么多年的照顾 好 好 谢谢您 我给您鞠躬了 我们鞠躬了 谢谢您对我的照顾 你要躺下这怎么着 躺下干嘛呀 鞠躬有这么鞠躬的吗 鞠躬往后仰 我接着有一度数来着 你这都反了 鞠躬不是这么鞠 应该怎么鞠 鞠躬得这样啊 师父 谢谢您多年的照顾 好 我给他鞠躬 下次注意啊 下次注意 谁给谁鞠躬 我给您鞠躬 其实应该感谢我师父 平常没事 我跟我师父出去 我师父呀 您别看啊 现在好些演员 出去都带助理 我师父不带助理 为什么呢 请不起 因为我那助理都住里边了 不是 因为平常没事 我跟着我跟着我师父 跟我师父保驾护航 没事 有人打我师父的时候 我出来 我替您打他们 谁呀 行吗 完全这是 给送病的埋在坟里了 怎么讲啊 不是 您这体格不一饶里俩吗 我能照顾您呐 我能照顾您在旁边 我能帮着您呐 你能当个保镖 对呀 您看我这架子 我这小体格子 您这架子 您这架子就留着熬汤吧 您这架子 熬汤干嘛呀 这这太瘦辈了 瘦什么呀 您不了解我 我之前 我跟您学校之前 您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您从事什么行业 练武术的 那您是得学校 您练武术练不出来 是吧 您也看出来了 跟着话筒一边戏了都快 谁说的 俩话筒是吗 不可能啊 真是练武术的 武术家 瞧这胳膊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看看 跟杠子似的 小杠子 这腿 这腿呢 跟柱子似的 这腰 谁晕啊 谁晕啊 这腰 跟蹲子似的 不是这太戏味了 就这还杠子似的 就别拿出来吹了 练武术的 多壮啊 我都怕扎着我 扎着你像话吗 别看我瘦啊 骨头里头有肌肉 它原来是庞蝎 庞蝎在这地方不行 不是你这肉都长在骨头里边啊 不是 内练一口气 外练筋骨皮 这是老话了 我呢 是家传 家传 我爸爸就是练武的 哦 现在来说吧 每天还坚持锻炼身体 还锻炼 我爸爸轻功最好 轻功可难呀 可以说是登平涉水 踏雪无痕 身清如燕 落地无声 没有翻过去的墙 没有上不去的房 没有捅开的门 没有撬开的锁 您说这是贼啊 贼像话吗 贼像话吗 啊 溜门效索 功夫好 是吧 人送外号草上飞 还是贼 不是贼 平常没事啊 主人为乐 为什么呢 你敢姜思林沈子大娘 出去买菜去 钥匙丢了 腊屋了 进不去了 怎么办呢 看出我爸爸来了 有功夫呀 那怎么办呢 我来之后拿根韭菜 就给捅开了 就是功夫 真的 给我爸爸一包方便面 腾腾丝边出入整个小区 好 就这么大能耐 能耐功夫 您琢磨我爸爸功夫好 我能差得了吗 你也不次 这叫什么呀 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代更比一代强 清除于蓝而胜于蓝 好 您琢磨我练功找过谁啊 找过昆仑山的侠客 峨眉山的罗汉 武当山的老道 少林寺的和尚 根据我的师哥师姐师弟师妹之讲 我的功夫在我爸爸之上 绝对不在我爸爸之下 我爸爸人送外号草上飞 咱也不含糊 你 彩花飞 彩花飞 我爸爸在草上飞 我在花上飞 要高一点 比我爸爸功夫还高 够厉害 当然了 我练的功夫跟他们不一样 你都练什么功夫 我练气功 气功 气功听说过吗 我这太知道了 气功就是你看着没用什么劲 对方就能躺下 对 是不是 你看那八卦太极的都气功 这个不一样 你这呢 我会一首绝活 绝活 骨骼大挪移 你别移啊 真的 这功夫我轻易不漏 咕 不行 太危险 我先问清楚 骨骼大挪移 对 挪移完了还能挪回来吗 还能挪回去 还能挪回来 能挪回来啊 骨骼大挪移 那这机会你可以练一练了 在这啊 不行 怎么 不是 是 太危险 我怕伤着您各位 可以 这斗小舍都第八气了 得练一回了 真是练着练着这 剧场 挂一下塌了怎么办呀 不至于 不至于 别说着我不信 不信 不可能 练一回 对 您多远点 我多远点 对 您扶着点桌子 好嘞好嘞 我怕吓着您 好嘞好嘞 真的我练的时候怕吓着您 吓着 我没下着 我这我就吓着了 我就 那我可练了 我可练了 骨骼大挪移 注意看 你别老吹嘞话子 听着气功 来了 这别别别逗我乐行吗 别逗我乐啊 走 就跟他掌信号 哈哈哈哈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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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啊 谢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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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还能回去 走 怎么样 观众朋友们 咱见过点什么没有啊 太难了 太难了 这不就这个吗 哎 不就这个吗 您什么时候会的 这用练吗 您不是坑人吗 这是跟您开玩笑 真正练能练这个吗 不是 来点正文 武术家练的是什么呀 练的是冰气 哦 这冰气很主要 当然了 我会的冰气太多了 都都有什么呢 给您简单介绍一下 十八般冰气有刀枪剑戟 辅越勾叉 边捡锤抓 躺棍硕棒 拐子流行 这里边包括长的短的 硬的软的 单的霜的 方的圆的 带尖的 带刺的 带棱的 带刃的 带绒绳的 带锁链的 带道着钩的 带额眉刺的 十八般兵刃 我是样样精通 我会 单刀破刀 鬼头刀 长柄短刃刀 青龙掩月刀 风铜护散刀 三尖两刃刀 子武鸳鸯刀 金川式可刀 雀刃突背刀 鱼林紫金刀 腰刀脚刀 驴耳刀 鱼刀脊刀 梅肩刀 鱼林大刀 行刑刀 黑气大刀 山头刀 鸭腰刀 山鱼刀刀 金牙环准刀 狮子环肠刀 龙环饼刀 龙却大环刀 有太平刀 眼月刀 斩马刀 狗链刀 鱼梅刀 鹿角刀 直背刀 灰足刀 龙头刀 云头刀 眼铃刀 凤侍刀 双手刀 七星刀 九弯刀 万手刀 千牛刀 六下刀 中弯刀 转斩刀 开刃刀 划斩刀 单钩刀刀 双钩刀刀 双钩刀刀 赶紧拿手的 你给我们练练 练练最拿手的 练一练 您上演 就是这个 还是这个